如果我告诉你一个晚上你就能赚到2000亿美金 你会相信吗 就在上周这样的景象居然出现了 NVIDIA's market cap gain What it's gaining right now is effectively but not quite close to double 英伟达发布了最新的财报 一天内的涨幅超过了28% 超过2000亿美金 200 billion in market cap yesterday 什么概念 2000亿美金是一个阿里巴巴的市值 而这个单日涨幅也创下了美股的单日涨幅的一个记录 开创了一段新的历史 上一个记录的保持者还是苹果 而这家公司的创始人黄仁星最近也是真的是出圈了 即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做了一家估值逼近万亿美金的华人 但是很神奇的是 在几个月前英伟达的股票价格只有140块美金 就通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就从140块涨到超过了400块美金 这个涨幅的速度已经不能用电梯来形容了 就像蹦击一下子砰一下子穿上去 我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第一反应是我三月份的时候也关注了英伟达这家公司 我当时甚至还考虑了这家公司要不要入手一点 它的股票 结果当我到了社交媒体 我发现很多人都在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开始抱怨 为什么我三月份没有买进英伟达呢 我就知道我可能是想多了 但是作为一家逼近万亿估值的公司 成为了美国互联网的第五只独角兽 并且稳稳地做住了全球最有价值的芯片制造商 我想通过这个视频跟你讲一下 英伟达是如何在一波一波的科技浪潮下吃到了几乎每一波浪潮的红利 我是澳洲亨瑞 带你用商业思维看我们的海外生活 今天我就带你了解一下这家最牛的企业 还有他背后的华人老板黄仁兴赚钱的故事 作为一个把公司折腾了接近两次要倒闭的老板 他究竟用了哪一种方法 让他站上了商业版图的一个神坛 他背后这个奋斗的故事又值不值得我们来参考 今天的视频将会对你未来的创业工作 包括投资起到巨大的帮助 黄仁兴有个性的地方是 作为一个已经被称为芯片之王的行业老大 在最新的发布会上却说 我昨天晚上决定今天统统讲中文 他甚至还警告美国官员 对于中国进行进一步的制裁这件事情 一定要深思熟虑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 毕竟黄仁兴之前还曾经扬言要炸掉美国版腾讯 他看不起Google 甚至骂苹果是个废材公司 把大半个硅谷现在都踩到了脚下 而被他骂过的这些大佬对老黄是又爱又恨 又离不开他又讨厌他 见不见了 今天通过这一个视频 你会了解这所有背后的故事和爱恨情仇 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另外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以后其他的精彩的视频了 先给你看一下这段时间爆红的一张图 这是过去10年美股的涨跌的一个排行榜 这张表在经过了马斯克转发之后 彻底开始爆火了 我们来看一下排名第一的就是英伟达 在过去10年里面涨幅超过1万% 远超特斯拉的2756% 更恐怖的居然是苹果的10倍 马斯克在下面酸了一句说 这只是目前的情况而已 保持了他一贯吹牛X的作风 更神奇的是这张表里面 第二名的AMD跟黄仁勋也是有巨大的渊源的 不仅黄仁勋是AMD出来的 而且他侄女跟他闹掰了之后 进入了AMD AMD就开始起飞了 但是剩下来的这几家公司 几乎全部都要抱黄仁勋的大腿 因为他们的产品里面都会用到黄仁勋的产品 我们都知道今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元年 是一场人工智能的战争 而硅谷现在把英伟达称之为 这场战争的军火库 自从黄仁勋把GPU的江山打下来之后 现在世界上运行最快的10台电脑里面 至少有8台用的显卡都是英伟达的 最牛的是之前的什么比特币 元宇宙 NFT 云计算 还有最近的人工智能的大乐 这些所有的科技公司 都必须要依赖芯片的大力计算 才能够得到运用 这里面英伟达的技术几乎是垄断的 它的核心芯片A100和H100 基本上属于独步50天下无敌 所以黄仁勋无论在外面怎么骂微软 Google 苹果 依然阻止不了这些科技巨头 每一年都要排着队给黄老板送钱 更刺激的是未来的一个大战场 就是新能源 计车特斯拉大众通用这些公司 未来最重要的一个技术 自动驾驶技术 未来最依赖的 也是黄仁勋手上的技术 不过我想告诉你的是 不要看英伟达今天这么牛 黄仁勋曾经至少两次 把公司带到了快破产的边缘 被很多科技大佬断言说活不过10年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居然可以逆风翻盘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先跟大家讲一下 黄仁勋运用好的一个战术 是什么呢 我们想要用好互联网 我们就要知道互联网是一个 可以把我们能力 无限放大的一个机器 但是并不是我们可以 把我们自己的产品 我们自己的知识 无限平移到互联网上的 黄仁勋在互联网的世界里面 用好了一个战术 打造自己的核心技能 我可以给你简单举一个例子 就好像你在线下开了一个咖啡店 你的咖啡店里面又卖咖啡 又卖奶昔 又卖面包 又卖三明治 你这样的一个咖啡店 可以在一个社区里面生存的很好 但是当你把这个咖啡店 搬到线上运营的时候 你就发现 你必须要拥有一个自己的爆品 因为在网上下单的时候 用户是因为你的一个爆品来找你的 所以找到自己的核心能力 就跟找到自己的单品的一个爆品 一样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黄仁勋是怎么做的 1963年的2月17号 地球上诞生了两个神 一个是篮球之神Michael Jordan 还有一个就是显卡之神 我们的黄仁勋 黄仁勋当年被规划的路径 可不是去做显卡 当年他被规划的路径 其实是去做一个乒乓球选手 在15岁的时候 黄仁勋居然拿到了全美乒乓球比赛的第三名 所以我们看到黄仁勋今天不仅赚钱能力厉害 当年运动也是很有天赋的 我们就会觉得黄仁勋一定来自于一个富二代家庭 绝大部分华人都是对第二代的教育培养是非常的重视的 然而却事实完全相反 老黄的祖籍是在浙江温州 所以你明白为什么老黄到哪都穿着皮夹克了 因为温州最著名的就是皮夹克的老板跟小姨子跑掉了 浙江温州最大皮革厂江南皮革厂倒闭了 后来家人搬迁去了台湾之后 就在台湾生下了黄仁勋 黄仁勋到了中学的时候 又辗转到了美国去投奔了他的舅舅 结果遇上了一个不太靠谱的舅舅 这个舅舅有多不靠谱 就是给黄仁勋报学校的时候 居然报错了 把原来的一个重点学校填成了一个问题学校 问题学校大家都懂的 就是里面有一帮爱乐事的teenager 到了这种学校长相又比较矮小 作为一个黄种人 肯定是要被这些学生欺负的不行 那老黄是怎么挺过来的 还好他自己有一个技能 就是学霸的技能 所以他白天就帮学校里面的这些老大写作业 晚上帮助这些学校搞卫生 打扫厕所 就这样挺过了他的学生生涯 所以从那时候起 老黄就保持了一个健康的习惯 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在锻炼自己的身体 所以你看一下黄仁勋今天60多岁了 身体依然棒棒的 从小肯定没少受欺负 黄天不负有心能 黄仁勋终于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一所名校 开始学习电器工程 跟绝大部分大学生一样 黄仁勋在大学的时候 就迷念上了计算机和打游戏 所以刚毕业的时候 就找了一份半导体的工作 当时加入了一家公司 叫做AMD担任设计师的职位 也是刚才在表格上排名第二的公司 但是黄仁勋估计做梦都想不到 这家他毕业之后 去的第一家就业的公司 居然成为了他这一生最大的竞争对手 几乎把他搞到快破产了 90年代的美国的半导体市场 真的是风起云有 阻击浙江温州的老航 有着皮革厂的创业基金 他就不甘于再给别人打工了 他发现显卡行业 有很好的一个创业前景 技术标准也没有出现 于是1993年的时候 老黄就拉上了两位合伙人 一起成立了英伟达这家公司 但是社会的毒打往往比学校来的更猛烈一些 老黄研究了两年英伟达第一代的显卡技术 塞进了最强的功能和最强的硬件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价格也低不下来 当时他的硬件的最低价格 入门价就要399美金 几乎是同期所有其他竞争对手两倍的价格 而且更致命的是和windows不兼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即使你的显卡性能再好 但是跟windows不兼容 然后售价又贵 可想而知绝大部分厂家就抛弃了这款产品 看着仓库里面堆的如山一般的芯片 老黄自己的资金链第一次开始吃紧 有断裂的风险了 公司已经徘徊在快要破产的一个边缘了 还好老黄运气比较好 在关键时刻 日本有一家叫做世家的游戏公司 横空出世 找到了有技术 但是没有钱的老黄 两家公司开始联手 老黄依然负责技术的开发 但是由于黄仁勋太过于执着于 把硬件的技术提高 世家公司都看不下去了 你作为一个跟别人已经合作了 甲方爸爸的建议你都听不见一切 所以这时候黄仁勋的公司迅速的又陷入了第二波危机 好在这时候黄仁勋终于跟社会低头了 黄仁勋开始给微软低头 抱起了比尔盖茨的大腿 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我的技术再强 但如果我的技术并不能在现实社会中发挥作用 我整天做技术的意义何在呢 你看人家英特尔等等的广告 你就明白了 当时芯片厂商最主要的这个战略是什么 就是跟随战术 你微软系统要什么 我就跟着你做什么出来 所以老黄终于放弃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商业策略 开始真正的进入到以用户的需求 为核心的商业世界中了 1997年的时候 英伟达推出了新一代显卡 犹如神来之笔横空出世 给当时在计算机端玩游戏的用户 带来了一个极致的体验 也给英伟达带来了数百万的一个销量 那时候的黄仁勋被业界称之为卷王 因为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皇室定律 这不是皇帝的皇 就是那个老皇家那个姓氏的皇 我们知道英特尔的创始人摩尔 曾经很久之前提出过一个叫摩尔定律 就是计算机芯片的性能 每18个月会提高一倍 而计算机芯片的价格会降低50% 但是老皇认为摩尔定律已经过时了 他想把18个月多减到6个月 所以老皇的定律是每过6个月 计算机的性能就应该提高一倍 而计算机芯片的价格也应该降低一倍 这个理论提出来之后 整个行业都被他震惊了 这就好像你竞争对手突然提出 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 并且每周要工作6天 你是一种什么感觉 那光是靠吹牛是肯定不够的 老皇究竟是怎么样用实际行动 把英特尔摁在地板上摩擦的 我特地看过一个老皇16年前 用中文接受的一次采访 他就提出了当时他在商业上的一个打法 就是我们讲到了互联网 要做爆款策略的重要性 他认为CPU就是中央处理器 我们习惯称的电脑的一个核心 作为英特尔最重要的拳头选手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负责整个计算机的计算 但是老皇却颠覆的指出 CPU不符合未来计算机发展的一个趋势 我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CPU跟GPU的一个区别是什么 CPU就好像是一个博士生 他非常的厉害 可以处理各种各样复杂的东西 但是数量很有限 只有一个 但是GPU它就是一个中学生 它只能做简单的运算 但是它的数量大 它有1000个中学生 所以对于计算机最重要的一个判断是 未来计算机运用的场景究竟是什么 所以黄仁勋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思维 他认为未来计算机的使命 并不是进行大量的开发 而是呈现最好的图片给人们 我们是特别擅长图形 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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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芯片 图理 处理技术 我们发明这个GPU 我们的公司做的GPU是世界最棒的 这里面包括可能运用到的自动驾驶的技术 处理游戏画面 让游戏看起来更加的逼真 再包括处理图像 让图像让画质不断的提高 当时这个想法提出来之后 人们是觉得非常的愚蠢的 你想一下 一个计算机功能这么强大 可以用来工作 可以用来娱乐 可以用来生活 给我们提供便利 你就只关心一点 就是图像的生成 但是老黄的超前的预测 却让他被一战封神了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的发展 后面出现了很多颠覆性的技术 比如说比特币需要挖矿 比如说人工智能需要运算 再比如说游戏需要出精美的画面 自动驾驶需要识别不同的图像 这些所有的里面 需要计算机的一个运算的能力 并不是复杂的运算能力 而是在单一的一个简单的运算上面 不断的复制的一个能力 老黄的GPU就堵对了这一条路 所以接下来无论是区块链 还是能工智能 还是自动驾驶 这几波红利 老黄几乎都吃变了 比如说几年前区块链的技术开始盛行 人们就开始通过挖矿赚钱 比特币也去挖矿 以太坊也去挖矿 这时候就高度依赖你显卡的计算能力了 所以2021年的时候 趁着虚拟货币的内政大风 英伟达的股价走到了巅峰 当时华尔街都认为英伟达会成为下一个苹果 而黄仁勋就是下一个乔帮主 然而盛级必衰的定律还是发生了 随着虚拟货币市场走向冷战 各国也推出了各种对于挖矿的一个限制 导致当时的显卡卖不出去了 就因为这一个单点事件 导致英伟达当时的市值几乎是腰转 有很多打游戏的玩家当时甚至提出来 说英伟达本来应该是做显卡的 你跑去赚挖矿的钱 导致想打个游戏都要花高额的费用去买显卡 所以也导致了游戏圈对英伟达有巨大的不满 让这个问题雪上加霜 再加上遇到当时的疫情 芯片的生产量严重的滞后 就是我有订单 但是我货交不上来 他甚至还遭遇了地缘政治的危机 在这些内忧万换全部叠加的情况下 英伟达的股价不断的雪崩 最终跌到了当时的140美金 不过就在2023年的时候 却有一个新的东西横空出世了 这就是人工智能ChatGPT的这些技术 我们很多人看到人工智能大火 人工智能这些公司开始赚钱 包括投资了人工智能的微软 但是我们看不到的是 人工智能背后对这个算法 对算力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需求 其实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 最火的ChatGPT 就是之前微软赤支了几亿美金 将几万个英伟达的高端A100芯片 连接到一起为OpenAI 创造了一个算力王国 现在在人工智能行业里面 有一句大家都认可的一个定律 任何一家公司想做自己的 人工智能计算模型 一万个英伟达A100的芯片 是进入到这个公司的一个 最基础的门槛 突然市场上多了这么多需求 但是英伟达公司造不出来 所以很多公司都吹牛 说自己要把人工智能开发出来 但其实今天在市场上 人工智能的根本的战争 是由你公司的算力决定的 而算力是由芯片数量决定的 所以你这家公司能不能做好 跟你能不能买到英伟达的芯片 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关系 这时候英伟达即使涨价 它的货也可以很轻松的卖出去 举个例子 比如说它现在最顶级的 H100的芯片的售价 已经来到了4万美金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市场依然是一个芯片难求 我们今天看到了黄仁勋成功 占到了世界之巅 但是我们看不到他十几年前 就做出的一个重要的选择 他看到了十几年未来之后 计算机的一个运用场景 并且为了这个运用场景 开始打造自己的一个核心技能 就是在6个月里面 把自己的GPU的算力提高一倍 在互联网的世界中 当你知道了爆款成功的一个策略 并且可以把所有的资源都倾泻到 这个爆款产品上面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起到这样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老黄在一次分享中曾经说过 有想法固然重要 但是有远见更重要 你必须要理解你公司的本质是什么 知道做什么是可以让你公司的业务 不断的壮大的 1993年的时候 黄仁勋说他们是市场上 唯一一家3D图形公司 而在1995年的时候 美国已经拥有了50到70家这样的公司了 再后来他们要跟全球200家公司做竞争 直到现在 伦们才看到了他在世界领先的一个地位 但是大家没有看到的是 他在十几年前就选定了一个单品的一个策略 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商业模式 黄仁勋说 我一直都知道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我甚至有时候会忽略用户的需求 因为很多情况下用户也不知道他要什么 只要我选择的领域是对的 并且我可以在这个领域里面 快速的迭代我的技术 整个市场最终都会属于我 黄仁勋的故事带给了我们太多的启示 就是我们要看清楚我们这个行业的本质 坚决的去执行 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商业模式 其实都是非常的简单的 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办法通过一句话 把你自己在做的业务 跟对方解释清楚 那别人又怎么可能理解你在做什么呢 我在过去的几年里面都在做商业咨询 帮助很多小伙伴在海外创业的道路上节约时间 更快的去成功 我就发现了一个创业的秘密 就是一定要尽可能把自己的商业模式做的简单化 因为只有简单化了 你才能把自己的大脑释放出来 才能够让自己的业务不停的复制 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业模式 往往都是非常简单的 我在前不久给大家制作了一个30分钟的 一个超有价值的极简商业的一个课程 我想通过这个30多分钟的课程让你了解到 如何打造一个属于你的极简的商业模式 这个课程刚刚做完 我就准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给我的频道的粉丝们免费的去观看 我把这个课程限时免费观看的链接 放在我这个视频的下方 如果你想知道如何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极简商业模式 那这个视频你一定要抽空去看一下 我是澳洲Henry 带你用商业思维看我们的海外生活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另外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以后其他精彩的视频了 掰了个掰 我们下次见